DSE 开始了 同学面对的压力应该是不少的 作为父母也要和酒与同行 与其自己假扮不紧张 不如做杯水果茶减压 我只是刚才喝水果茶 不单做的时候可以减压 喝的时候也很减压 水果茶做法很简单 让我分享影片给你们看 材料 菠萝約四分一个 苹果一个 红茶300cc 做法 先将苹果和菠萝洗净切片 一半用果汁机打成汁 另一半放入茶杯 再加入打好的果汁 之后将微温的红茶倒入 最后将你的爱心和果汁混合 就可以喝得了 冻饮只需要加冰就可以了 让我中医师介绍一下有何好处 先 红茶有天然的氨基酸 有助挑战压力和睡眠的作用 而菠萝和苹果有丰富的维他命 可以增强抵抗力 补充营养 水果茶都有很多种类 大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去选择 好 父母和子女一起喝杯茶 减压之余 还可以建立良好沟通 才是重要的 各位同学 考DSE就走不掉了 但是考试真的不代表一切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才华在哪里 而DSE只是给你们空间和机会 去发展你的才华 去实现你的理想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我都为所有家长祈祷 愿上主祝福你们 那这些都要为你们祖女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参考 有一个需要的 视频 我去参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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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